根据家通社获得的内部数据 去年在蒙特利尔举行的一场大型艾斯病会议上 几乎六分之一获得加拿大签证的客人最终留下 申请了庇护 文件还显示 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曾努力与国际艾斯病协会合作 试图避免大规模拒签 会议于去年7月在蒙特利尔召开时 超过1000名来自非洲的代表要么被拒签 要么从未收到他们的申请回复 一些人指责沃泰华种族主义 称国际会议不应该在加拿大举办 报道称 近年来在加拿大举办的其他全球峰会上 也发生了类似的争议 一些非洲代表尽管收到了 亦有加拿大政府抬头的邀请函 但仍未能获得签证 加通社获得的文件显示 去年夏天艾斯病会议的签证申请中 有1020份、36% 并有10%的申请在活动结束前没有得到处理 加拿大为这次会议兼发了1638份签证 文件显示 至少有251人 约占15%在进入加拿大后申请庇护 多伦多移民律师 Robert Glanser表示 通过参加加拿大的会议或体育赛事来申请庇护 是人们寻求安全的少数方式之一 他说 我一点也不惊讶 有一定比例的来自某个国家的人获得了访问签证 但实际上他们不会回国 而是申请难民身份 他补充说 有些人是到达加拿大 听到别人这么做后才会有这个想法 Ganser说 获得合法目的的签证和申请庇护变得困难 如果申请人不能证明他们有足够的理由留在本国 比如稳定的工作 资金和家庭关系 签证申请通常会被拒绝 在准备与会的申请者中 尼泊尔有83.5%被拒 尼日利亚有55.8%被拒 巴基斯坦有53.6%被拒 卡麦隆 刚果民主共和国 埃塞俄比亚和加纳超过40%被拒 去年11月 一份评估移民部处理会议的内部报告显示 需要加强会议的协调 确保合作伙伴及早参与 并保持持续和详细的沟通 报告称 移民部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比如系统故障 但它在很大程度上降 责任归咎于总部位于日内瓦的会议组织者 国际艾斯病协会 在截止日期前没有回应记者的提问 报告称 会议开始前六周 组织者提供了一份6609名 与会者的名单 但没有包括签证申请的重要信息 比如出生日期和申请号码 大约两周后 移民部要求提供一份优先贵逼名单 组织者提供了4200个名字 最终 移民部将优先参加活动的人数 减少到150人 公务员们开始逐个跟进 与此同时 尽管申请截止日期定在会议开始前两周 但仍不断受到新的申请 移民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已经提前了解了 2014年澳大利亚主办的艾斯病会议的信息 包括导致了多少庇护申请 移民部表示 仍在监测251名去年底下参加会议后申请庇护的人 其中123人来自乌干达 58人来自肯尼亚 26人来自尼日利亚 去年12月 COP15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期间 也有类似的签证投诉 数百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抱怨说 他们无法参加会议 因为签证申请被拒绝或搁置 移民部长弗雷泽 Sean Fraser当时表示 他已要求签证官员放弃一些常规标准 比如申请人回国的可能性 或者在家期间能够养活自己的要求 因为许多代表是由承担费用的团体接待的 内部数据显示 在4167份签证申请中 有751份18%没有在会议召开前得到及时处理 在处理的申请中77%获得批准 这些数据不包括会议后庇护申请的细节